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每週港股 今個星期的嘉賓是豐盛金融資產管理董事王國英,Alex Alex,你會跟我們分析大市走勢 Alex,你好 你好 港股今個星期先升後跌 星期一升超過200點之後 昨天突然急跌超過600點 今天是五窮月最後一個交易日 恒指低開56點之後回穩 怎麼看六月的市況呢? 是否會再差一點? 我想很差又不至於 因為這種跌法 因為A股孖展的情況是很嚴重的 所以你一跌就會有很多人斬倉 還有人知道斬倉的力度會比較大 所以就不用這麼急接 一有這種雪球效應 就很快會跌得很急 但是雪球的滾動情況已經停了 我覺得最大機會就好像債券市場那樣 就開始回穩 但是就升不回 這次和上次比 上幾次的A股調整比的問題就是 因為第一就是那個成交額再高了 代表高位吐勞的人又多了 還要是幾多下 跟著就和消息面外 基本上已經出得七七八八 就算你深廣通也不會有什麼特別大的刺激 消息就聽得太多 然後又有很多人套路了 所以就上不了多少 所以暫時來說就比較大機會 轉向一個 在相對沒有那麼高的位置就整股的機會比較大 有些機會好像終於去到一月中至三月中那種的整股市 我覺得會是比較上 慢慢的波幅會收窄一些 膠頭會收窄 然後就滿戰 應該六月開頭的上半場都會是這樣 去到下半場就可能會動一些 因為到時候又貴結 我覺得又不會看得太差 都可能傾向看好一點 昨天內地股市急跌超過6% 如果倉底沒有什麼貨 A股ETF現在是否值得留意 可否分階段及立 我覺得可以先買著一點 如果你純粹用上昇來看 就不覺得它很特別便宜 但如果你用過先行A50指數來看 就是近期一個比較主要的支持位 因為其實銀行股的大股跌得厲害 所以其實你看下去 暫時來說 A股的狀況就是 大股調整到近期的主要支持位 但中小型股就不是太差 我覺得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整個氣氛OK 暫時還不是很差 所以都可以買著一點點 當然風險就是忽然之間 中小型股轉弱的話 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一點的調整 但我都覺得薄得過 因為純粹倒過正常牛線未遠 萬一出現洗倉的情況 才再考慮加第二柱 現在都可以先買著一柱 在紐交所掛牌的電影技術供應商 IMAX發表聲明 旗下的IMAX China 會計劃在香港上市 這間公司在內地增長得很快 如果遲些進行公開研究 是否可以想想 我想到時要看看 它的招股是甚麼價錢 暫時未有很多terms 純粹以生意模式來說 其實我覺得都會受歡迎的 因為你說IMAX是一個比較強的品牌 那就變成了 但是因為它現在和萬達是一個比較密切的合作 所以到時你可能想想 會把AMC或者萬達都不出奇 但是我覺得這間公司就應該 所以這個品牌其實是很強的 而且真的可以吸引到一些 合作得很密切 我覺得當然唯一另外從香港的經驗看 就是因為你要開IMAX電影機器 地理上的限制是很大的 因為現在是一個比較大的地方 但是國內跟香港不同 香港不能開得太多間 但是國內就OK了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考慮了 阿歷斯今天有沒有股份推介 我覺得第一拖拉機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第一 前幾天曾經是好一點 當時最主要是新聞說 農業規模化的消息 刺激了人們去追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長遠的大趨勢 而且我覺得是不需要政府 不是有太多新的政策推動 因為其實他們只要做的事 就是將農地的產權清拭了 變成農民就會將他們的農地 租給集團去經營 變成農業的機械化和規模化 這個進程可以預計 在未來一段長時間都會發生 所以對於這些機械的需求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長遠來講 有一個結構上的改變 最主要改變的來自就是農地的產權 那個界定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這是一個長遠的故事 而且前兩天習近平說完之後都動過 是剛剛撞正的市差 現在回到下來 而A股其實都算是OK的 貴香港成一個海爾上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買這一隻 就擺長一點 Alex 有沒有持有常述的股份 我們持有這個第一拖拉機 今天你很多謝Alex 的分析 每週港股下個星期五再和大家見面